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华人工商商业论坛 我们在马路上可以看到行人 骑自行车 摩托车的人 还有玩滑板的人 如果说这些人被车撞到 那到底应该如何是好呢 应该如何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权益呢 同时我们在马路上也可以看到很多行人是乱穿马路 那如果在乱穿马路的时候被车撞到 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今天我们来听听有着26年经验的专业律师宋佳琪律师的详细的分析 宋律师你好 Anders你好 宋律师想请问一下您 如果说行人遇到了这样的一种车祸的话 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当然第一 要是这位行人没有昏迷的话 应该报警 这是第一要有一个记录报警 然后第二呢 照相 比如说有任何的伤 或者是车子有任何的损失 或者是假拉车有任何的损失 或者是滑板有任何的损失 当然任何的这个证据也应该保留 就是不要让 最好是不要让警察拿这个滑板 或者是这个假拉车 就是把它保留做来做证据 宋律师 那除了他自己必须要照相之外呢 他还需要做什么呢 他需要对那个驾驶车辆的人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当然拿他的保险资料 OK 比如说对方的这个司机的保险资料 跟他的这个驾驶制造的这个文件 然后要是旁边有任何的证据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因为有时候就像您讲到 他要是在行人道里面过马路的话 那他是合法的过这个马路 那要他是穿过的话 比如说他是J walking的话 那这说不定要是有其他的证人可以证明 另外这个司机比如说开得很快 或者是就是完全没有看到这个行人的话 这个对我们的案件会有比较有利 所以虽然他要是乱穿马路的话 说不定会会放法律会放一些责任在他身上 我们也不能判断 因为为什么平常这是陪生团决定 判多少多少percent是这个行人的错 但是我们要要争取我们最好的赔偿的话 要是有证人看到这个司机做的东西比较更疏忽 比如说我就讲个比例 比如说他在用手机然后没有注意到行人 所以就算这个行人在穿马路 你可以证明他在用手机 或者是他没有在注意 比如说他当时也有证人可以看到 他没有在直接的看前面的马路 或者他在看旁边 这种证据是蛮重要的 所以要是有任何证人的话 也需要提供他们的资料 那假设说行人并没有遵守交通规则 没有在人行道上去过马路的话 而被车撞到 这个时候行人是不是应该负全责呢 还是这个责任是谁来负呢 这个是一个蛮好的问题 因为我们也有接过案件 有时候客户乱穿马路 但是我们有些时候还是照样会帮他们拿到赔偿 就是要看伤多严重 因为多多少少在加州行人有权 所以就是说过马路的时候 司机还是要开车的人还是要特别的小心 因为不论怎么样 就算他是在乱穿马路的话 你还是要注意行人 所以不论怎么样 还是要避免撞到行人的意外 所以不一定说这个客户乱穿马路 就是他完全拿不到赔偿 有时候法律会分析50%50% 或者是他可以分析行人是90%的错 那就要看他的医疗治疗跟他的伤害多严重 因为要是够严重的话 对方的保险金额说不定怎么样 还是不够付这个钱 所以他们还是有时候会交过他们的保险金额 所以就要看每个案件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我等于回答就是说 就要看说这个严重性是多严重 这个伤是多严重 我们知道很多保险公司 是在面临着赔钱的时候 是特别不愿意去赔的 而且和保险公司打交道并不太容易 那宋律师您有26年的人体伤害经验了 您能不能为大家举个例子 那您是怎么去帮助行人 获得更多的保费的呢 争取更多的权益的呢 对 我们做行人案件做了蛮多 可能超过几百个了 但是有一个案件我记得蛮深刻的 就是可能十几年前的时候 我代表一个客户他是卖房地产的 他是当时去运动 运动完以后 正在过马路的时候 另外这个先生就是等于右转的时候 完全没看到他 所以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我这个客户 他当时撞了撞得蛮严重 他直升机把他带到USC的急诊 然后最后他肩膀开刀 然后我记得对方的保险就是一直在否认百分之百的责任 他们本来想推百分之二十五的责任在我的客户的身上 我客户是在行人道过马路的 然后他为什么要推推25% 他说当时我客户过马路的时候呢 那个行人道的灯已经开始闪红了 所以我当时当然讲说 其实平常大部分人过马路的时候 可能就算这个行人道的灯叫你过马路是绿的 就是等于叫行人开始走的时候 这个灯可能绿不会超过几秒钟 就是等于说你走了几步以后 他就会开始闪红灯 所以我当时蛮气的 我本来跟保险公司讲说 我不用跟你再多聊了 我就直接告你的客户 我们可以出庭 所以最后保险公司他可能也是吓怕 因为大部分的律师不会跟他们那么凶 所以保险公司他们我不知道怎么讲 他们不只吃硬不吃软的 你知道所以跟他们不能客气的 好谢谢宋律师给我们大家介绍这样的一个案例 那宋律师根据您的经验而言 到底行人他穿着什么样的衣服 有什么样的颜色 他比较容易被车撞到呢 有没有一个大数据相关的分析呢 白天的时候不一定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晚上的时间 可能最好不要穿深色的颜色 像黑色 因为为什么当然天黑了 那你穿深色的颜色 像黑色或者是深蓝色或者是深咖啡色 那有时候开车的这个人不一定会看到这个行人 然后这是一点 但是最重点是您过马路的时候不论有行人到或者是没人行人到 这也是我教我小朋友的 您一定要有一个 就是一定要看司机的这个眼睛 然后你要确认他 你过马路之前的时候 尤其你要过马路在他前面的时候 您要确认他的眼睛有看到你过马路 开始过马路 因为要是你没有看到的话 我会建议最好不要过 等他先过了以后你再开始过 因为有些时候很多人错过 他们觉得说 我有权我是行人啊 我怎么样过马路 他一定要帮你停止 问题是有些时候这个开车的人 他不一定有看到或注意看到 因为尤其夜晚的时候天黑了 他不一定看得到你 所以这是这是一点 就是穿可能晚上要穿比较 比较怎么讲 比较亮的这种颜色的衣服 还有一些时候 我最近也有看到在马路上 很多人他带一种那种灯 他等于带一种那个灯挂在他的身上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让大家可以知道说 OK 看起来有一个行人 不是一个黑黑的影子在那边 他带着一个 我不知道是链子还是什么东西 反正他是有一个灯在上面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是像一个行人 所以那当然这就会引起 司机的这个注意力 就是说OK 这边旁边 过马路现在有一个灯在这边 因为这个灯一定肯定是一个人 才会有一个灯在那边 所以这两样东西 然后当然最重点就是 一定要注意看着司机的这个眼睛 要是你只要两个对象 他知道你在开始过马路 你也看到他 那应该 但是还是要小心 无论怎么样 过马路的时候 就算你本来以为看到他 他要是开始起胎的话 你当然还是要停住 所以这其实就是基本的掌势 好 谢谢宋律师 从司机的角度来告诉我们 到底应该做些什么 才能够避免这样的事故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想请问您 如果那行人 还有骑自行车 或者是摩托车 玩滑板的人 他们到底应该注意什么呢 对 他们 当然他的危险有时候不是光车子 有些时候 因为比如说你坐滑板的时候 滑板特别的低 然后车子又更看不见 OK 摩托车也是 有些人开摩托车 摩托车的速度比较快 而且有时候摩托车 他们英文叫做Split Lane 他会换线 就是有时候他在快线 有时候在第一条线 他会换来换去 所以当司机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尤其要是你听到有摩托车 靠近你的时候 换线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 要看你的这个 rear view mirror 跟你旁边的这个 mirror 然后开假达车呢 最重点的就是有两样东西 第一 假达车的法律是 您要顺着这个 这个traffic 比如说这个traffic是往南走 你也要往南走 你不能向他的相反的方式走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当然最 也是很 很平凡的一个尝试 就是说 你不论这个旁边 有没有一个假达车线 你一定要把假达车 开到最右的旁边 当然要是有假达车的线的话 你应该在这个假达车线的右边 那要是没有假达车的线 你要越靠近旁边越好 当然也要小心 我当然不能碰到 碰到旁边的这个砖石 然后会跌交 所以也就是说要 要靠越近越好 靠越右边越好 要是靠假达车的话 因为我知道很多国内的人 从大陆或台湾 像台湾很多人开摩德车 从国内的人很多人开 假达车 所以很多人不适应法律 有些时候他们会走反方向 或者他没有完全的靠右边走 那有时候这就会比较容易出事情 因为出了事情以外 您可以想象保险公司 就会把责任推到这个假达车的事情上 为什么你不在右边 不靠右边 或者是你为什么往反方向的开 这个假达车 或骑这个假达车 所以很重要 一定要守加州的法律 往右开 然后最后一样东西 不管你是滑板 或者是骑假达车 或骑摩托车 一定要戴头罩 就是helmet 这个是基本的 加州的法律 尤其摩托车跟假达车 一定要戴还有helmet 最好买一个比较合适的helmet 就是保护你的头 不要有任何的头伤 好 非常感谢宋律师的介绍 那如果说有行人 真的受到伤害的话 您有什么样的护理的建议呢 当然要是很严重的话 比如说有骨折 或者是疼痛的很严重的话 那当然一定要去找急诊 那找完急诊以后 当然去找你的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说明会帮你推荐去看骨科医师 然后平常大部分人会开始做一些福建 或者去看一个急诊科或做针灸 那这是第一个过程 要是这些保守的治疗没有用的话 那第二个治疗方式就是开始做打针 然后打针就要看说是哪一个部门 比如说有些是脊椎的话 那他们平常会做 就是打到脊椎里面 然后要是不是脊椎里面的话 比如说你是你的手臂啊 或者是脚或膝盖这一类的话 他们平常会打 应该叫内骨唇 所以就要看个人的 然后现在这几年这五年到十年 很多人会接受一些叫做PRP PRP就像我们之前 Kobe Bryant那个篮球员 他因为打篮球的时候 因为他的膝盖已经空中磨光了 所以他每一个暑假的时候都回去德国去做叫做PRP 他是platelet rich plasma 就是有些细胞把它让他慢慢的膝盖 就是好像有点像把细胞弄回去 因为已经是骨头碰骨头 所以很多人也有些时候也适合做这个东西 不是每个人适合就是要看哪一种伤 然后最后一样东西除了PRP以外 还有一种东西叫做stem cells 这个现在也是蛮 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自己的身体 所以大部分人都不喜欢不喜欢吃药 然后也不喜欢开刀 所以大家都比较喜欢做天然的东西 所以这些针就等于说 其实打针也是有点像一个小手术 但是它不是属于大手术 所以总比开大手术要好 所以这等于是这三样的作用 保守的治疗 打针 或者当然就是开刀 好 今天非常感谢宋佳琪律师为大家详细的介绍 如果说行人在路上被车撞倒 到底应该怎么办 好 今天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好 谢谢